还有那个Delete跟Update 如果说我今天Update的话 我希望能够针对哪一笔记录做修改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编号16的 他的电话号码改成 本来是后面都8嘛 我把它改成变7好了 那我希望执行他的时候呢 他会有第一个会问我说 请问一下你的编号 你要修改哪个编号 我要修改16号那一个 他的电话改成什么呢 改成02全部都改成7 刚刚是8 Enter也把它列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全部都改过了Update 实际上的话呢 他的改法跟刚刚Delete 其实我是把它直接 直接从Delete那个部分抠过来 然后呢 把它另存一个叫CursorUpdate 那里面的话 其实只有语法这边变更而已 Update哪一个Table Set Set是要修改 修改我电话号码里面的一个Y 那特别主要我这边有一个Input 这个Y 他输入完之后呢 这个Y会放在这个单引号 特别主要外面是一个双引号 把它串接哦 OK不要串错了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你要自己打出来 不要有错误啊 其实是蛮容易错的啦 OK 那他的原理是这样啦 就是本来他当然这地方可能是02 可能拿一个多少东西 那你假设要把一个Y放进来的话 第一个呢 先把电话码选起来 第二个给一个双引号 切开来 蛋糕切开来 移到中间呢 两个加号串接 再一个Y 这样就完成了 不要打错啦 应该一次就做对 OK 如果你一次可以做对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功力到了某一个境界了 OK 其实也不困难 但是如果你错了可能要找很久啦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会有他的Lamper 就是我们那个栏位名称 等于X 所以他会按照那个Key 去帮我找到结果 把它Exqueue 就可以去做Commit之后的话 再把它查出来 结果就变更了 OK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把那个SQLite里面 如何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全部都讲了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系统的话 其实这些都够用啦 那 画面呢我有拍照放在云端上 在这边 所以这边有Delete 这边有Update 其他的话呢 请各位另外在下一次 也许练习的 把那个会员系统读到 我们的SQLite里面 读到SQLite里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再来下一个礼拜开始的话 慢慢就要延伸到网路资料了 后面的话我们要从网路资料 不是只有档案嘛 外部资料除了档案之外 还有网路资料 网路资料当然包含就是说 有一些是开放资料 它本身就开放的 你从网路上怎么样抓资料 抓完资料当然 以前是直接秀在画面上 可是问题你没办法存起来啊 怎么办 所以还要跟资料库做串联 也就是说 网路上抓的资料 帮我丢到资料库里面 OK 然后甚至你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查询系统 比如说抓到之后 我想要查什么 像会员资料好了 马上查出那个人的资料 帮我调出来 或者是可以删除修改 利用今天讲的部分 来做延伸 OK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